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司新聞遺體中心 編恩還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自播的網路視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在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直到我們要再進一步探究跟關注的議題 雖然我們今天在談這個議題 其實在對台灣社會可能有一點點長的時間 我們要談的是有關於華航機師罷工 可是在華航機師罷工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存在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爭議 例如說最常被人家拿出來討論 就是機師的這個罷工會不會影響到消費者的權益 那是不是這個有罷工期 那其實在很多的國家 其實是有這個所謂的罷工的預告期 例如說加拿大可能是17天 英國17天 每個國家的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這個罷工的預告期或者是消費者的權益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會特別的關注這樣的一個事件 因為他不只是對於所謂的機師罷工 或是罷工者的一些形象或是議題 或是得到社會支持 其實說實在也是跟消費者權益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焦大科法所的助理教授邱宇帆來跟我們談 這樣的一個話題 宇帆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在這次的罷工裡面其實有很多 很值得再去討論的事情 例如說最常出現說 這明明是這個所謂的華航機師罷工 那為什麼出頭的其實都是這個主要發言的 可能是長榮的機師 那這個其實會涉及到台灣的整個工會的不同類型 是不是可以請你一開始的時候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台灣的工會的型態到底有哪些種 好 因為講說台灣對於工會 還處於一個高度管制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工會法 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像這樣的法令 像德國是沒有工會法的 你要怎麼組織 是你自己自由決定 那台灣目前會認為說台灣的工會 還在一個蠻初期發展的狀態吧 對 所以他對工會是高度管制 然後把它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個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企業工會 那以前稱為產業工會 那他組織的範圍就是一個 就是他在同一個企業裡面 例如說像我們公事好了 公事可能就是企業工會 或者像我所在的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工會也是一個企業工會 所以他就是以一個事業單位範圍 那產業工會跟職業工會的話 他就是不同 他不同支付在於說 他的原則上 你要組織跨事業單位的 跨企業的一個範圍的勞工 那職業的話 例如說像我們看到 像空服員跟機師 就是要同一個職業 或者是相近似的一個工作 那產業的話就不分 例如說我們講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我在這個教育產業裡面 不管我是當教師或我當行政人員 我全部都可以加入這個工會 所以例如說高教工會 包括這個教師行政人員學生 其實也是可以加入 因為我們把它當作是整體產業的一部分 對 所以比如說像產業工會裡面 他可能會分佈 例如說我是產業工會 可是我專門針對教師權益 那我專門針對那個學生助理 那我可能有不同分佈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的範圍跟他的組織結構 影響到他工會 整個運作跟政策的一個發展 是不太一樣的 這三種類型的工會 你剛剛談到其實 臺灣的工會法還是比較嚴格 對 你也跟他們談到說 剛剛法國 德國其實是沒有工會 相關的規定嗎 沒有 那所以他們想要幹嘛就可以看 對 因為他們想法跟 跟臺灣差很多 他會覺得說 今天組織工會 不是你人民的事情 那我今天人民組織成工會 我為什麼還要你國家承認 所以他也沒有像臺灣要主持工會要三十個人的 這樣的一個規定 沒有 絕對沒有 也沒有說你要去登記 他會覺得登記這件事很奇怪 就是好像國家還要手啃你 所以他們沒有這種 刑事主義的一個做法 他們講說 可是他們其實我覺得他們更嚴格 因為他們現在是 法院是認為說 如果你今天打了工會的旗號 可是你根本就沒有能力罷工 你根本沒有能力協商 你就要拿工會的旗號 你最後做的事情 在法律上都不會被承認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更嚴格的一個實質主義 那臺灣反而是說我只要拿到證書 我什麼時候不做 我還是工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是 我會認為是有點荒謬 這我們要再繼續談 因為這其實跟這個蔡英文總統說 如果你有什麼不爽不滿 直接去找老闆 是一樣類似的概念 可是也會覺得說 臺灣的這種所謂的情況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待會再談這個這個主題 不過回到剛剛談到的 這個所謂職業工會 企業工會跟產業工會 他們對勞工的權益上面 有什麼不一樣的 保證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現在這種各種不同的工會 他的組織的狀況又是什麼 我先講一個最簡單的 臺灣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 管老師提到 目前臺灣工會法要求 你要三十個人才能組一個工會 那我們去算一下 臺灣有多少單位是 事業單位多少公司 他是三十個人的 一般的參與也大概就很難了 對 所以唯一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產業工會 跟職業工會 我們先不要講法律怎麼保障 我會覺得這已經是勞工要組工會 的一個唯一的可能性了 因為我不需要找我自己公司的 我公司做做五個人 我去找隔壁的 隔壁的再找隔壁的 所以加起來就三十個人了 所以我覺得他在克服這個 技術性上的一個限制的時候 我在產業職業 我很容易就可以達到三十人門檻 所以我覺得他突破這個 目前法定的限制上 已經是第一個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要講法令上的保障的話 我必須講在罷工上面 是沒有太大的差距 他是平等保障三個工會 可是在我們講說 其實工會不會每天罷工 可是我可能會每天處理會晤 那處理會晤上面 我們工會法目前很遺憾 是對於那個企業工會保障 還是最多的 像企業工會的話 如果你是企業工會的理監事 你一個月可以請五十個小時的會晤價 可是像產業跟職業工會就沒有 所以我會覺得蠻奇怪就是說 剛剛談起來是應該是 產業跟職業工會 對於目前臺灣組織的情況比較好 比較容易 可是要保障比較少 那變成就是說大家好 那只好我只好去組企業工會 我才有基本的會晤價 例如說我要討論 要不要罷工 要不要協商 會變成這樣一個狀態 可是你組企業工會的時候 其實你會內部更 面臨到內部更嚴重的緊張關係 對 像我覺得這一兩年看到幾個例子 我是覺得蠻嚴重的 因為我看到幾個企業工會的理事長 他就是被那個雇主解雇 那被解雇之後 你就像是在這邊工作的這個身份 你雖然可以訴訟 可是那個可能太複雜 那我就不能這邊工作 那同時呢 我就必須離開這個工會 你雖然可以保留會籍 可是如果就要判決 經過一兩年之後 確定你解雇還是合法的 那我就必須離開這個工會 那我累積得越久 因為你雇主解雇我 我就離開了 所以變成說勞工運動的成果 操縱在雇主的人事全收裡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情形 那如果說現在是產職業工會的話 我可能在A公司 我被解雇了 那我可能去訴訟也沒關係 可是我假設同樣在這個產業裡面 而且產業發展很廣 那我可以繼續在這個工會裡面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這個保障是 差別會在這邊顯現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從華航機師 或者是空服員 很多廠的像新竹布萊莉罷工 我們看到說其實雇主也開始有 那個敏銳程度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工會幹部 現在面臨一個更險峻的一個處境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整個工作權保障 已經有點危險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連結到整個工會運動發展的話 可能轉向產職業工會 我不會那麼直接被雇主的人事件控制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做法 的確他會出現的是一個 包括你的相互資源 或者是剛剛談到的內部的緊張關係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一個不同 因為說實在 你要在自己的公司裡面 要去弄一個工會 我覺得那個其實不要講說 老闆壓不壓迫 你面對你的同事 面對你投的不同的意見 恐怕都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 那這個回到我們剛剛談到的 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說 這個職業工 華航是一個職業工會 然後他在投 他是一個機師工會 然後在投票的時候 其實是怎麼投的 就是說例如說他本身包括了 這個所謂的長榮的機師 包括了華航的這個機師 那怎麼去投的 那怎麼去計算票數 那這個投票是什麼樣才有效力的呢 是 這個原則上是規定在 我們現行的那個 我們講勞動三法 勞動三法裡面的那個 勞資正義處理法裡面有講說 如果我今天要宣告罷工之前 我不是經過全體會員過半數 投票同意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所講 罷工投票的過半同意 那現在會產生一個狀況 像因為我們剛剛講說已經 其實勞工已經看到 我必須組產職業工會了 才是我的未來 那產職業工會必然是一個 很多事業單位的員工 組合在一起的一個組織 所以例如說我們就舉 最近的那個例子 就華航好了 那這種狀況的話 大家想一下 如果說今天我是那個機師工會 我覺得我今天只想針對長榮罷工 舉例而言 那我如果只針對長榮罷工 我要求我所有的會員來投票 那假設我所有會員的人數是五千人 我在長榮的會員假設是五百人 那我表示說我五千人是全體的話 我要兩千五百個人同意 可是我長榮只有五百個人 我永遠達不到這個門檻 所以這個解釋結果 是不可能的一個狀態 所以就是說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昨天 前天法院判決已經出來了 他要求這個全體是限定在就是 我罷工範圍裡面的這個全體 所以我剛剛舉例說 如果長榮罷工是五百個機師的話 是這五百個過半的一個狀態 那我覺得這個是目前一個法令 他規範一個 這樣子規範下一個 比較合理的一個解釋 可是我覺得這個危機 因為他說這個範圍 那如果說未來 我想我是機師職業工會 我想要發動一個 就是所有航空業 我是因為組織全台航空業 的一個罷工 那表示我要把罷工投票範圍變得很大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工會來講 會是一個蠻困難的一個狀態 變成我要發動一個全台的 一個罷工投票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的產業工會 跟職業工會 其實還是比較以特定單位為發展 有點還是產職業工會 企業工會化的一個狀態 可是如果再過個十年 可能會變得真的產業工會 我真的是跨產業 我做的是產業型 跟職業型的談判的時候 我覺得罷工投票 會成為工會去發動罷工 一個很困難的門檻 所以我覺得這一條的規定 可能未來要去做一個修改 對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國家的角色 例如說 華航罷工這次其實比較有趣 例如說 華航不是一個純粹的資方 應該講說這個資方本身 還有所謂的國家的 這個所謂的股份吧 國家也扮演某種角色 可是在所謂的協調的時候 其實又是政府的代表 對 那到底這個政府的代表 又是資方 然後他其實政府這個時候 好像變成是一個中立的第三者 對 這是一個非常什麼樣的 一個混亂的狀態 這個所謂的公 當然結果看起來是滿意的 可是在這過程中 會不會有些疑慮的存在 是 是 我覺得滿不滿意 可能要問工會 本身因為這個還滿 還滿多討論空間 對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妥協的一個結果 那大家就問說 怎麼會妥協成這樣 因為我記得就是他們後 還有直播那個 直播那個談協商的時候 對 就是那時候主席應該是交通部的次長 次長 那他第一句話就講說 我們今天是一個座談會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今天 不管是以政府的角色 或者是資方背後的資方的角色 講這句話 我都覺得非常的不恰當 因為今天沒有人會為了 要開座談會來罷工 所以我覺得是變成說 像臺灣的部分 如果去問說政府應該怎麼介入 我覺得其實政府介入的前提是 他清楚他在介入什麼 那我覺得交通部好像沒有很清楚 怎麼會有勞工為了 要座談會來罷工呢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做法 已經不太可能去真的用一個比較 一個比較好的角色 來面對這整個勞資爭議 他好像是希望勞資爭議不要發生 而不是希望勞資爭議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一個狀況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們講說 政府應該怎麼介入 其實如果在一個健全的勞資關係裡面 我們希望國家是才個中立的角色 那中立就是說其實已經罷工了 沒罷工之前就已經是雙方在談判了 那都罷工表示勞資雙方要實力對決 那你實力對決的情況之下 政府今天不管是幫哪一邊 我覺得他看他幫的這個角色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他今天跟 他今天如果就是去壓抑勞工這一邊說 你是不是可以不要罷工的狀況 那怎麼去進行就是後面的一個勞資 繼續進行協商 但是他比較有 到底有趣的是 他其實是求援 但是又是一個裁判嘛 對啊 那這個身份畫得清楚嗎 我覺得畫不清楚 我覺得他要承認自己是資方 那他承認資方 他就應該去面對這整個勞資爭議 可是我覺得我覺得他像有一點是保持距離 我覺得說我是一個中立的仲裁者 我覺得你們兩方都要適可而止 但是會不會勞工也會覺得說 政府要出來喬 就在很多時候 我們在公會運動的時候 也會期待一個政府出來喬 表示一部分是我們實力不夠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覺得 他的公權力是可以大於這個 所謂的我的實力嘛 我相信臺灣勞工一定有這種期待 可是我覺得這個 我會覺得這個是要慢慢的去做一個發展 例如說如果現在問我說 會不會覺得勞動部跟交通部 那天不要出現 我會說我不會這樣覺得 因為我覺得那一天 那個政治傳染狀況可能沒有很順利吧 那沒有很順利罷工會延長 那我覺得臺灣目前對罷工認識 還在一個很初級的狀態 如果真的延長的情況之下 後果可能目前為止比較 還沒辦法做一個判斷 所以我不會認為他們不要出現 可是他們不應該去講說 什麼座談會或等等相關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會覺得這邊是有一些問題 那這個是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嗎 例如說你剛剛談到那個德國的狀況 就是政府就基本是不管你們是雙方去對決 那臺灣臺灣會有這樣一個條件的可能嗎 我覺得暫時目前為止沒有那麼快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要讓勞資放手 讓勞資方去談 這個一定是有一個所謂公會民主的一個成熟狀態 跟社會對於公會是一個很重要組織的這個認識 要建立起來 還有最重要是資方必須面對說公會 就是一個正常的存在 而不是說公會可不可以不要有意見 或者公會可不可以不要不存在 一定要這種心態一直持續 他沒有談判的這個習慣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很困難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臺灣的勞動實安法 有很多規定 還是讓政府可以介入 像我們可能最後會談到一些像強制仲裁 那這國家就是強力介入 他不在乎勞資雙方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臺灣還是停留在一個 滿國家威權來指導罷工的一個情形 這的確是一個很 我覺得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嗎 還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還是一個必須等待時間的問題 這其實是一個必須要 真正的一個公會的運動 就是必須公會自主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臺灣的整個公會 長期是被壓抑的 甚至在這個應該要有的權力 或者是基本的意識 都還是不夠強的時候 好像會常常希望政府出來 去喬這個問題 那這個其實是很多的一些 必須要去討論或是深究 但是他是不是只要在最重要的地方 是在於他的規則是訂定 或者規則訂定的過程 怎麼樣讓他民主化 反而是更重要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到現場 要繼續來跟大家談 所謂的罷工 不要有所謂的預告期 到底預告期 到底是對誰的保障 另外有一個 在這次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還蠻值得 我們去討論的一個議題 就是勞工運動 到底要爭取什麼 只是一個純粹的薪資條件 還是整個勞資關係的改變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年春節期間 華魂機師罷工七天 影響上百航班 停飛異動兩萬六千多人 罷工預告其是否入法 交通部傾向提出修法 與勞動部協商尚未有共識 但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勞動部長許明春表示 基於保障消費者權益 及兼顧合法罷工權 不建議納入勞資爭議處理法中 不過航空業署特殊產業 建議將罷工預告納入民航法 但引起桃園市空服務員職業工會不滿 工會指出要達到合法罷工 必須經過勞資調解 工會投票通過 整個過程耗費將近兩個月 等同於預告罷工 工會強調航空業 與其他交通產業並無不同 將罷工停飛後的損失 怪罪勞工並不合理 用消費者的立場來講 應該是需要告知的 事先被告知 這樣才對消費者是一個保障 但是他們爭取權益 我們是歡迎的 但是是合情合理合法 罷工預告期在國外 有兩天到十天不等規定 商業旅行工會認為 台灣是離島 非航是對外重要枢紐 建議納入十五天預告期 但勞動法學者邱俊彥則認為 航空業不像自來水電力 涉及公共利益 不屬於必要服務條款 有可取代性 無需加以限制罷工 勞動部則表示 對於罷工預告期 仍在審慎評估中 記者陳淳敏 陳柏宇台北報導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 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現場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焦大科法所的助理教授邱宇凡 宇凡 妳好 大家好 我們在剛剛上一段節目當中 其實有提到的 這些所謂的罷工的一些 基本的這些爭議上面的 一些問題 當然我們要回到今天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主題就是罷工的預告期 當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相信看到很多的媒體 其實都會不斷地做一個報導 這個報導就是講到說 這個消費者這些乘客 其實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要突然間罷工 那所以有一派的說法說 你看其他國家 像英國 愛爾蘭等等 他們其實都有所謂的罷工的預告期 那為什麼臺灣是沒有的呢 我想要請教余凡老師 就是為什麼臺灣沒有罷工的預告期 這是必要的嗎 我們從幾個層次來談 我們先講臺灣好了 因為其實大家先講國外 國外的狀況其實蠻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先講臺灣 其實應該說罷工到目前為止 在臺灣真的發生了次數真的很少 那有些可能發生還沒有開始 然後就結束了 所以大家對罷工的法規還蠻陌生的 那我可以非常簡單的解釋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罷工的話 你要過很多門檻 第一個像我們上半場有提到 你要先組這個工會 目前臺灣只承認工會的罷工 那非工會的罷工 像自救會那些的話 可能會很有爭議 所以你第一個 你要組織成工會 那你組織成工會之後 離你要罷工的情況之下 你第一個你一定要有訴求 所以你要先發生一個勞資爭議 而且這個勞資爭議 必須是你想要去變更你的那個勞動條件 例如說你想要變你要把工時縮短 或像這次疲勞航班機師的問題 或者你想要提高你的薪水 然後增加你的三節獎金 這個我們法律上稱為調整事項 你必須是這些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被積欠加班費 然後被積欠工資 這個的話我們叫做權力事項 你只能去法院訴訟 你不能夠罷工 所以變成說一開始臺灣 其實臺灣目前為止 大概九成以上勞資爭議 都是被欠錢 所以表示說臺灣有九成以上的爭議 你都不可以罷工 所以已經刪除掉很多人 那剩下不到一成的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針對這一層 舉例而言像加薪 或者是疲勞航班的問題 這種工時的問題 你要去罷工的話 你必須這個爭議發生了 你要跟雇主談判 然後談判沒有結果之後 你還必須到各地的勞工局 申請一個勞資爭議調解 而且他限定你一定要在勞工局 如果你在公司裡面 跟雇主談判破裂不算 就你們這邊吵完了沒結果 你要說那不好意思 我們去勞工局 吵一次給主管機關看 證明我們真的沒有合議 然後他宣告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 那這可能已經過好幾個月了 然後不成立之後 你還不能罷工 你還要經過我們剛剛談過的 那個罷工投票 那這個罷工投票 如果說你事業單位大一點 你是產職業工會的話 那不是企業工會的話 你這個時候 你要做那個罷工投票的那個範圍 等於就是很像選舉一樣 而且你要過班數 你過完班數之後 你才能夠說 好我終於可以罷工 所以我必須講說 像臺灣這麼嚴格的一個罷工 程序限制 我覺得已經算是 已經把罷工控制在很小很小的 一個範圍裡面 那所以說我覺得說 在這麼繁複的程序之下 再增加一個預告期間 跟會蠻有問題的 那這個說法我補充一下 就是前天就是華航那個 那個陶苑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跟華航公司的那個訴訟裡面 那個臺北地方法院 已經明顯的說到 預告期應該是他在臺灣沒有必要性 但是這個其實你剛剛談法 都是從所謂的勞工的角度 這個勞工經歷過這麼多複雜的過程 最後他才會罷工 可是你這麼大 這麼複雜的過程 跟我消費者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你你的複雜的過程是什麼 然後你今天就算你複雜過程 最後決定罷工也是那個一瞬間 一秒鐘 那你的一瞬間一秒鐘的決定 就影響到我的權利 你跟我講這些沒有用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預告期是要保護 保障消費者的權利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談 第一個如果臺灣真的預告期 會保障到消費者 會不會達到這個結果 我們看這次機師職業工會 他的預告期似乎是六小時而已嗎 好像法定 他好像就是表定是六小時 那大家看一下 如果六小時以後 我們臺灣就規定六小時的話 其實六小時大家去觀察 這次媒體報導 因為我不是 我不是公會會員 這六小時雇主做多少事情 這六小時 他應該要去保障消費者權益 來做一些能夠讓消費者 第二天能夠搭到飛機的轉機的動作 或者是其他那個訊息的公告 結果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媒體報導說 到底那個雇主做了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只能講說 我看到是媒體報導 我沒有去查證 他媒體報導說 雇主有打電話給那個要參加罷工的機師 問他說你明天會不會來上班 那我必須講 這可能已經有點像是不斷勞動行為 也就是說去干涉人家 也不要罷工 可是我也就是說 預告期不是拿來保障消費者嗎 那我們現在六小時給你 結果你做的都是這些事情 那就未來我們給十天 那大家想一下罷工還會不會產生 就是說就算你給十天這些雇主也不會說 他十天讓他去喬 或是威脅或是幹嘛 或是利用 就反正我不讓你罷工 而且重點是如果說雇主做的事情 我們在法律寫說 你不可以 那請問一下我們有沒有控制機制 你要叫他們去訴訟嗎 說我要證明雇主曾經威脅過 我不可以罷工 我還要舉證 可是問題是我全部做完之後 罷工已經被瓦解了 所以我覺得就實際面 以台灣目前狀況來看的話 你第一個預告期 結果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是講實際層面 我們講法令層次好了 講消費者 我當然覺得消費者權益非常重要 可是我要講兩點 第一個就是消費者 不會有人是消費者 我可能也是勞工 假設說是我好了 不行 因為我教室不能罷工 假設我也當律師好了 那我是律師 我是消費者 我搭飛機 結果我支持要預告期間 第二天變成我是律師的時候 我要罷工發現 我同樣也被限制於預告期間 那我自己的罷工權也被限制 所以我覺得身分是多元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更重要是說 其實目前台灣的法令 已經有保障消費者的一個條款 那就是我們講說 所謂必要服務條款 那必要服務條款 就是說 我在罷工的時候 我不能夠去過度影響到消費者的權益 那這個權益 包括說 舉例而言 像醫院罷工 我不能說我要全面癱瘓醫院 你在手術當中 我也不管你 你在家戶病房當中 把你東西全部關掉 當然是不可能 所以像這種很嚴重 已經影響到生命的 身體的健康的 這種很重大的話 現行法已經限制 你不可以影響了 那如果公外影響的話 你罷工絕對就是違法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對於保障消費者權益 是權益 就臺灣目前的消費者是覺得 我連不方便都不能夠接受 那我覺得是 再怎麼預告期也沒有用 你只要有罷工 就沒有人會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個 已經不是罷工 預告期本身的問題 是對於罷工本身很敵意的 一個心態的問題 我覺得這有趣 就是說我們會把這個 所謂的不方便這件事情 罷工不方便 我們把那個責任 放在那個罷工者的身上 可是我們今天假設 是因為颱風而使得 我們沒有辦法 這個所謂的起飛 我們不會把這個責任 怪在颱風的身上 我們會回過頭 還是航空公司 為什麼不幫我們安排好 為什麼不去幫我們去做 其實例如說 這個住宿的安排 或是其他的協調 這個其實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心態跟現象 另外一個我覺得 有趣的心態跟現象 就是說這個罷工 為什麼會罷工 是因為你把你的成本 某種程度是因為 你把你的成本降低 我說成本降低 就是勞工的薪資 或是待遇是降低 所以因為你降低了成本 所以導致了這個罷工的 這個產生 所以假設是這個因素的話 那麼降低成本的人 應該是要去負責的 就好像我今天 可能用一些比較低廉的 這個所謂的建材 然後導致房屋的倒塌 那這個倒塌 其實也應該負責的是 這些建商本身嘛 而不是這個所謂的勞工嘛 我覺得這個心態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就是說經營 經營者跟勞工的差別在哪邊 經營者跟勞工的差別 應該說經營者 就要去承擔這個風險 然後我去遇見這個風險 那如果說今天我是雇主的話 我雇用這些勞工 我雇用這麼多勞動力嘛 那譬如說我是雇主 我的責任之一 就是讓這些勞動力 發揮這個作用 可是你是如果你今天 給條件這麼差的情況之下 這些勞動力他是人 他是會反抗的 那這個反抗就會造成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讓這些勞工 願意再回到我所預定的 這個生產線上面 所以他要去支出這個成本 那我覺得目前台灣雇主 似乎不能夠接受 第一個勞動力怎麼可以反抗 第二個反抗的成本 怎麼會是我承擔 所以這兩者成本 他都不承擔的情況之下 他會認為說我只要讓所有事情就是回歸 好像沒有發生一樣就行了 那他更不會去做第三個成本 叫做旅客消費者這邊權益的風險 所以把三項本來雇主應該承擔 全部都不能夠接受 那不能夠接受的情況之下 再去訴諸什麼預告期等等 其實最後的結果就是 他希望台灣禁止勞工罷工 他不需要任何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會有這個 根本上一開始的立場 就完全相反 我覺得這其實就是一個 經營者本來就要負擔的 各式各樣的風險跟成本 這個應該是要回到 這個經營者的身上 那當然在這次的罷工當中 華航的機師其實也考慮到 也考慮到一個部分就是人事權 人事權就是國外機師的這個升遷 那這個人事權當然會涉及到的是 本身內部的這個升遷的問題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有人在把它做一些 延伸的討論就是說 那這個其實勞工運動 那你就只要去爭取勞動條件就好 你覺得這個薪水不夠 休息不夠 你就把這個弄好 那這本來就是好像是勞工 應該有的權利 可是你去管道人事這件事情 會不會太超過了 是 是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其實台灣目前為 至於勞工爭取勞動權益 也不是很能夠接受 像如果說今天機師他們工會 他不是為了疲勞航班 訴諸旅客安全 他就站出來說今天為什麼要罷工 為什麼你沒有飛機 因為我要加薪 如果他敢這樣喊 我相信台灣的反應 跟這次不太會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第一個 他對於台灣對於勞工 能不能夠用罷工的方式來提升 勞動條件已經有一所異議 我認為這個問題在於說 台灣根本就沒有想過說 勞工原來是可以改變自己的處境 沒有這種想法 可是問題是我們要想 所有的勞動條件 為什麼會產生 一定是背後的經營者的一個決定 所以他產出勞動條件的這個機制 就是所謂的經營者 那這個經營者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經營權 這個部分 所以他其實是一切的一個根源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說 這個情況之下 他其實是應該去發揮工會的影響力 那我可能舉個例子 像德國憲法裡面是有保障說 是可以罷工的 可以進行團體協商的 那他可以影響什麼呢 勞動與經濟條件 那這個勞動與經濟條件 他不是單寫勞動 就是因為他必然跟整個經濟有所關聯 只是說有沒有到人事權 這個可能不一定有解釋到那麼廣 這個可能看個案的一個狀態 可是我說那個思考是說 我跟經濟整個政策關係 跟整個企業的一個政策 是要連連結過去的 我覺得這部分是不能夠去排除 不然我每天都要爭取說 我是不是時間從一百五變一百六 可是為什麼永遠不會到一百六 就是因為整個經營政策 沒有想要提高整個人事成本 我覺得其實勞工運動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要不是在那個純粹的薪資 就是休息上面的這個所謂 這是最基本的 而是要去改變 是那種所謂的勞資的關係 或所謂的生產的關係 所以像我記得以前在智力晚報 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所謂 轉換雇主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有類似的 罷工的這種狀態 那他們其實提出了一個概念 叫做編輯師公約 那這編輯師公約 因為他的老闆換老闆嘛 所以他們擔心這個編輯師的自主 其實是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他們在這編輯師公約 裡面有一個很有趣 就是總編輯的任命 必須經由編輯師統一 那我想這個其實是一個最大的 對於所謂的一個編輯師人事權的 一種所謂的掌握吧 因為他覺得我是一個專業 所以這其實包括像工會 工事其實也不斷在強調一個 是所謂勞工董事或是員工董事 這個其實就是要去改變 這種所謂勞資關係 去爭取這個所謂的產業民主 這其實是工會運動裡面 在台灣好像還必須要再 更往前走的一步吧 對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不管講勞工董事 或其他我們講說其實參與經營最弱 當然是勞資會議 因為勞資會議 只有一個諮詢的一個權利 那可能高點是勞工董事之類 可是我覺得絕對不可能說 我只訴諸勞工董事 而說我整個制度 必須跟工會民主連結 不是派幾個人在經營層 沒有他一定要跟工會基層連結 那我覺得這是目前台灣還蠻缺少的 可是必然要去發展的 因為我不影響某個程度的經營的話 我的勞動條件 我永遠在收爛攤子 我不可能去參與 他整個一開始的這個行程 那勞資關係的結構 永遠就是不會有一些改變 所以我覺得工會民主 跟產業民主 這個放在一整個大的一個框架來談 才會解決勞工運動的一個困境 另外一個其實也是 在台灣這幾次罷工裡面 也常會被大家提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禁搭便車條款 就是工會去爭取到的權益 然後不是工會會員 好像不能夠享用 有人會覺得說 工會怎麼可以自私自利呢 那這個東西的改變 應該是整體 那假設它是一種所謂的 一種所謂的勞資關係 生產關係的改變 它更應該適用於整體 你怎麼去看 這是不是一個很爭議性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很爭議性 因為應該目前為止 大家都不喜歡付出 那大家思考一下 我們當然希望改變全部 那改變全部怎麼改變呢 你們全部交入工會 就沒問題 那你今天不願意交入工會 那工會花了多少薪力 才得到這一個結果 大家應該說知道說 工會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工藝團體 他是要運作的 所以第一個他必須收取會費 我沒有會費的話 我去抗議的時候 我布條怎麼來 那我雇佣會務人員 他們一定是有薪水的 所以工會是他很高的一個成本去經營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不是工會會員 你未曾交過會費 然後你也未曾參與過罷工 因為你罷工如果失敗的話 你可能會面臨會被解雇 會被懲戒一些危險 被秋後算帳 你所有一切心理上精神上 財產上的不利益 你都沒有經歷過 然後你出來講說 你要享受這個成果 我認為講這種話 才是最自私的 這樣的話的人 我覺得其實他才是最傷害 那個臺灣勞工運動的一個狀態 所以進到要變成條款 我認為說在臺灣特別的需要 是因為大家目前為止 還不想要去付出成本 就想要得到一個結果 那這會讓工會沒有辦法運作下去 大家覺得說我都不用交會費 我就可以一樣成果 那為什麼我要交 所以我覺得工會 必須要堅持住那個條款 這其實是一個假設進大便車 會不會也會導致是另外一種 所謂的資方 去做成某種的這個分化的可能 我覺得會 因為他就講說 你看你的工會 就是他排除 排除異己之類的 或者說他就說不讓你簽進大便車 所以我覺得他就操作這個所謂的 進大便車條款 我覺得機率是蠻高的 那如果說今天雇主說 我就是不遵守這個 我也不簽這個 我就要給全部的人 那員工反而說 這雇主很好 我偏向雇主這一邊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操作 是影響蠻大的 所以未來如果說工會 他運作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去招募會員的話 這個條款 我覺得他的那個需求 會蠻高的 的確我想在臺灣的這個工會運動當中 其實華航罷工 可能是某種指標性的意義 可是剛剛談下一些 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都必須要再進一步的釐清 並且進一步的去討論 因為這所謂勞工運動 他絕對不會是只有在 基本的薪資待遇 而是改變那個背後勞工關係 勞資的關係 今天非常謝謝宇凡 來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 下禮拜公眾再會 拜拜 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蓋了希望 忘記要相信 生命的動力 是原子夢 萬千走 繼續的去夢想